嗨,我是包可梦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运动也能赚回馈的神卡 最高居然有9%回馈 赶快来看看吧 可以来看一下我这边列出来的4张卡片 以回馈数由高至低来做排名 我们会先从5%的卡片跟大家介绍到最高有9%回馈 第一张卡片是台北富邦好市多联名卡 它其实有针对六大指定通路有做一系列的加码 其中有一个指定通路就是运动通路 比如说Los Miles,World Gym,健身工厂,迪卡农,摩曼顿 上至万月还有微笑运动用品跟城市绿洲 其实这些都有4%额外的加码 所以有一%好多斤无上限 再加上4%的好多斤 那这个4%好多斤每个月可以拿3000好多斤 所以回推你大概一个月刷75000以内 都可以拿到3750点的好多斤 来看一下画面这边 这边有把相关的资讯都跟大家解释清楚了 有兴趣的话这边有一个扫码QR Code也可以申请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张是远动银行的乐价Plus卡 它在运动通路有最高有6%回馈 有哪些呢?有健身工厂,窩菌,Being Spa,Being Sport,True Yoga 还有Curves Kerr之 这些通路都可以拿到6%回馈 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边有写到活动期间是1月1号到6月30号 指定通路123456有6种 不用登录 但是前一期需要以远动银行账户来自动扣脚成功 才拿得到回馈 所以每个月可以刷8333元入手500元刷卡金 有兴趣的话 这边直接可以扫QR Code申请卡片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永风Sport卡 这张卡片在2023年真的很好用 还是要不厌其烦跟大家来解释一次 这个8%回馈呢 它是属于一般有1%封点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你有一个运动通路2%的加码 那每个月可以拿100 第三个呢就是指定通路有5%的加码 每个月可以拿300 所以回推呢 你一个月如果刷5000元在指定通路 你就可以拿到400封点 这400封点呢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刷卡金 折抵次时期的账单 很简单 不过呢 有一个小小条件需满足 当月你的运动卡路里呢 至少消耗7000卡路里 或者是只要你每个月呢 有10天是完成Apple Watch的 三个圆圈圆满任务 那你一样可以拿到这个8%的回馈 那指定通路有哪些呢 比如说Apple Pay或者Google Pay 就符合资格了 或者是涡菌健身工厂 True Yoga Fitness 全真瑜伽 Curve 或者是Anytime Fitness 极限运动中心 Being Sport 统一健身俱乐部 成吉思汗 300壮士 活力阳光运动中心 台北市运动中心 新北市运动中心 或者是NuliApp 活动期间呢 就是2023年的 1月1号到6月30号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就可以直接扫码申请啰 国内说话Cube卡呢 在3月份又推出了 四大通路有做额外的加码 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 运动通路也有 比如说 Les Miles Wall Gym 健身工厂 迪卡农 摩曼顿 上市运动用品 万月体育用品 微笑运动用品 跟城市绿洲 都是符合资格的 一般消费 0.3% 无上限 你只要有领券 做加码 那你每一波活动呢 可以拿到500点的小数点 所以你回推 大概可以刷个 6943元 可以拿好拿满 那1%的行动支付是 你只要再直接通路 使用Apple Pay 就可以拿到 额外的1%加码 活动期间呢 这是1月1号到4月30号最高可以刷5万块钱拿到500点 加起来最高就是有9%的回馈 提醒你这个活动一定要登入国泰世华CubeApp 来做领券加码的动作 有领到的话呢 就一定可以拿到回馈 除此之外呢 还有保健商店也有最高9%回馈 不需要转换任何的权益 基本权益就0.3%加7.7% 还有行动支付多1% 那指定通路有哪些呢 像大树药局 幼泉保健药庄 药师药局 叮叮药局 啄木鸟药局 信医医疗用品跟维抗医疗用品 这些呢都是在指定的合作范围里面 如果想要去买一些婴幼儿尿布 或者是保养品的 其实这些药局都很适合拿来解任务哦 还有一个叫做有机商店 这有机商店的通路呢 一样也可以拿到最高9%的回馈 来看一下有哪些通路 像义美食品 圣德科斯 台湾主妇联盟棉花田 马可先生面包方 健康食材 永丰于生计 安永鲜物 无毒物 天河鲜物 无毒的家 甘载店 有机健康超市 还有有机原地等 这些都是符合资格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有机超市的食品的话呢 这张卡片也很适合你带出去使用哦 最后一个呢叫做节能商店 不用转换任何权益 基本就0.3% 再加上领券加码7.7% 行动支付1%加上去最高就是9%回馈 那有哪些指定的通路呢 像WiMo Scooter 特斯拉的充电 GoShare GoGoro eMovie iRent Zipcar GoSmart 跟WuSpace 其实这些呢 都是在它的指定通路里面 各项加码活动呢 都要在CubeAPP里面来领券哦 所以请务必一定要先领券之后 再来做消费 这样才拿到回馈哦 运动消费 宝可梦都怎么用这些信用卡呢 第一个 国泰斯瓦Cube卡我怎么用 像是我去迪卡农 摩曼顿买运动用品的时候 这张卡片就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这一次我去日本啊 北海道非常的冷 所以我买了那些雪靴 雪鞋 然后还有那个长库 大翼的部分 全部都是在迪卡农节 如果你有要买一些运动用品 搭配这张卡片去迪卡农买东西 很便宜 永峰Sport卡的话呢 我最主要会把它搭配Apple Pay 来做一般消费 或是Google Pay 比如说你要去百贵公司买东西 买电影票 一般的小吃摊 只要可以用Apple Pay的地方 用这张卡片基本上都有回馈 那像远东乐家Plus卡的话呢 就很适合拿来在爱买 加乐福大润发或是美雷社来做消费 一样都是有6%的回馈 最后就是台北互帮Costco联名卡 我会怎么用它呢 出国用它海外实体交易呢 有5%回馈 这一点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尤其又是Mastercard的版本 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结论的部分 这一次这四张卡片呢 其实都各有用途 而且都蛮好用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依自己使用的范畴 然后来划分不同的卡片 做不同的用途 这样你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身边喜欢运动的朋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透过信用卡 帮自己运动省钱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